一次美丽的邂逅 我们俩一起回学校的路上 一起追那个末班公交车 一段甜蜜的练歌 我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 或一个口心 他都知道我想要干什么 一次生命的考验 我希望我跟宝宝 能够给我老公坚持下去的一个勇气 一份不变的深情 此生有礼 福福和求 他们是90后新人 面对病魔 期待又一次爱的行动 表达一份书写生命奇迹的 勇气和决心 3月28日21点20分 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 让我们共同见证 本栏目由护眼第一步 来意叶黄素冠名播出 护眼第一步 来意叶黄素 有请主持人 吐蜜 真情致歇 重新开始 谢谢你们都来了 欢迎来到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我是吐蜜 欢迎所有来到现场的 每一位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本栏目由护眼第一步 来意叶黄素 独家冠名播出 在节目播出期间 大家打开微信摇一摇功能 可以获得现金红包 和丰厚的礼品 接下来认识一下 三位嘉宾老师 美女主播 柴子璐 著名的媒体评论人 石树思 心理专家 白燕一 来看到今天的故事 转眼间 我们在一起五年了 在这五年里 我们的爱情 遇到了许多的波折 一直以来 都是你给我坚持下去的勇气 这一次 我们的爱情 将面临更大的考验 老公 感谢你对我的包容与爱 对不起 因为我的私自决定 给你太多的压力 但是这一次 我希望我能给你 坚持下去的勇气 夫妻之间 要的就是有伤有凉 任何一方的私自决定 后果严重不严重不重要 关键是伤了 另外一个人的心 我们有请 被制线人老公 刘海川 主持人好 你好 大家好 你这个头发比我的头发还短 对 掉头发了 你好像有点流泪了 是吗 还好 你大老爷们怎么一上场就流泪呢 因为我这样一个老婆 真的我觉得 这一辈子 我很荣幸 也是最幸福的一件事情 他刚才说他私自做了一个决定 什么决定 我想可能就是因为他隐瞒我怀孕的事情 这东西还得隐瞒吗 是的 因为有一些特殊的原因 孩子是什么时候有的 就去年 去年底 有孩子你不高兴吗 说心里妈妈纠结的 这就奇了怪了 有孩子多高兴的事啊 为什么不高兴 为什么纠结 因为我跟老婆 我们之前在广州工作 然后是因为想成家 然后想到以后孩子要读书 才回到我老家开车这边发展 然后准备结婚 还有生孩子的事情 但是因为在中途的话 我身体不适 就孩子不太适合 掉 什么不舒适 因为前几个月吧 我由于身体不舒服 那我就去医生那里做了一个检查吧 就生病了 啊 什么病 肺癌 四七 约可能就几个月吧 你多大年纪 二十七 还太年轻 二十七 新婚 有了孩子 这一切都是非常美好 但就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 是的 可以理解你了 所以你不想要孩子 这个孩子的出生呢 我担心第一个是他的健康问题 这种病我怕对孩子有影响 第二点就是 如果是哪一天我走了 我的孩子 我的老婆 刚结婚的老婆 对我那么好的人 还有我的家人 怎么办 不用把这个事情想得太过于惶恐 孩子健不健康 其实可以检查得出来 是的 目前检查还是挺健康的 来我们有请妻子郭燕 怀孕了 主持人好 胖了哈 你要平复一下心情吗 不用 啊 跟赵福宴上一比 你胖了蛮多的 啊 是 几个月了 四个半月 肚子有点大 啊 你瞒着他要的孩子 是 呃 因为 我们俩相识八年 嗯 相爱五年 呃 想要宝宝 就是说一直是我们俩的冤枉 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终于结婚了 然后打算要宝宝了 但是我老公他生病了 但是这个要宝宝 是我们一直的一个就冤枉 所以我就瞒着他 就怀了宝宝 我看他应该是一个性格比较柔软的男人 是吧 他跟我相识之前是一个就是说大老粗的一个男人的那种 也大男子主义是吧 啊 对 但是跟我在一起以后他就变得很柔软了 哦 是你改变了 对他为我变了很多很多 我老公真的一直都是他在为我改变 你多大年纪 我比他小两岁我二十五岁 所以你要孩子主要的目的 就是想圆我们俩的一个梦 然后有共同的一个爱情的一个结晶 同时你也希望这个孩子能够鼓励他身体 对 好得快一点 我希望就是说我跟宝宝能够给我老公坚持下去的一个勇气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认识啊 实际上我们俩认识的话是大学的时候也是缘分 我们俩一起就是回学校的路上 一起追那个末班公交车 然后他帮我就提东西 结果我们俩也是一所学校的嘛 慢慢的就相熟 你第一次见他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他呀 那时候头发很浓密 长得很单纯 长得很单纯 看着也挺帅气的一个小伙子吧 在奔跑当中看着 你对他的第一眼印象呢 我觉得他很可爱 因为他整个的脸型 他是一个娃娃脸 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只有90斤左右吧 你这啥意思 他现在应该有130了 因为他现在怀孕了嘛 就稍微显胖了一点 因为那时候他是很娇小可爱的一个女孩子 然后性格上是应该是比较open的 可能就聊天了 他很能聊得来 是你先喜欢上的他 他先喜欢上的你 这个应该是相互的一种情势吧 那是你大级那会儿 那时候我们俩才大一下半期吧 你们俩都是大一下半期 他不是比你大两岁吗 对 但是我们是一个级的 同级的 你六级了 我读书都比较晚 然后你们就是同时毕业的吧 对 同时毕业 大一下半学期 那也就是说你们在学校里面共同度过了三年 但是就在三年里面我们就是通过一些就是朋友啊聚会啊什么的就有交集 两个人也是像朋友一样的没有去确定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这是为什么呢 三年你们都熬得住啊 嗯 那个当时就没有想那么多吧 当时还没怎么爱是吧 那你们都在上大学的过程当中彼此都没有表露心意 后来分开了 那又怎么可能又在一起了呢 然后我也不知道是出于哪种机会啊就 哪种机会 就网络上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跑出来就要上来 哎呀哎 还什么叫网络上网络上茫茫人海怎么你们俩就碰到一块了呢 我才不信呢 我这个人吧比较相信缘分 很多就是说姻缘吧 我就觉得就上天注定的 你们俩会走在一起就走在一起了 谁先冒出来的呀 真的记不清楚我们俩 反正就觉得就这样明明中就就在一起了 但是是他第一次就是说从深圳然后赶就赶着车过来过广州来找我的 啊 广州到深圳是吧 也不远嘛 那是有动车嘛 啊 慢的就一个半小时 快到高铁的话就三四十分钟 什么什么 你们升级了嘛 原来追公交车现在追地铁嘛 对吧 你去找他 是你说先说的 两人在一起 先说的 你说他就答应了 没有这个 因为在QQ商那时候聊的时候有很多的细节嘛 就写一些诗啊 写一些 又又又还写诗呢 说一首来听听 来我们学习一下 这个文采不好 没关系你说一首吧 随便 既秦与明月 异地两相诗 再度中夏夜 一人共缠绵 你这诗改编得很好嘛 把了两三首诗给并在一块 是吧 哎 不错 你还是一个文艺男青年 那他什么时候答应你的呢 因为我也有适当性的嘛 然后他我觉得他对我感觉挺好的 还记得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公交汽车吗 他就答应你了是吧 是的 答应你了 但问题是在两地这怎么办呢 就你去找我我去找你呗 谁找谁找得多一点 我老公找我多一点 我们一起就是说来回的那个高铁票都不知道 我说真的我们俩是在为广州和深圳的高铁做贡献 对 2012年9月1日 2013年9月1日 这都是一部分 这是谁保留下来的 这是我保存下来的 因为我就是生活中就比较喜欢浪漫 然后有比较细心的一个人吧 哦 那他给过你什么浪漫呢 那就以前我老公实际上是一点都不懂得浪漫的人 我说过他是一个大佬 诗都写出来了 还不浪漫 他为了我变了很多 有一次就他买鲜花给我的话 我会说他 我说你干嘛浪费这个钱去买那个鲜花呀 放几天就就没了 他就为了我自己就在网上去学教程 为我亲手折了一束玫瑰花 你口是心非吧 你真不想要花 然后他说那是不会咽的花吗 他就亲手为我折到那个玫瑰花一束 然后放在一个行李箱里 在我们13年过情人节的时候 他说亲爱的你猜猜 他在这个行李箱里是什么东西啊 然后我去摇了一摇抱着 然后我说什么都没有 他力气真大 还抱着行李箱摇了摇 对 张在小行李箱 然后摇一摇 然后我说什么东西都没有啊 然后他说你打开看一看 结果我打开一看 就一束蓝色的玫瑰花是他折的 当时我都有点控制不住了 因为我这个人很感性 他还就用它 就当时才出去嘛实习生嘛 工资不是特别高 一个月就两千多三千块钱吧工资 但是他看了很久 还为我买了一条水晶项链 就这样一说就每一朵都折得死死 哎呀折得真不错 男生们记得啊去学折玫瑰花钱 多好每年都可以用 因为我每次跟他买那些礼物 他都觉得贵了他就很闲 他就觉得没必要 因为有一次我去跟他买了一件村庄 将近一千块钱 然后我就买回来 我跟他 他说我说笑不笑呢 他说还可以 他说你为什么这个时候去买那种最新款都很贵的 他说太浪费了 然后他自己跑去换了两件便宜一点的回来 哈哈哈哈 这就是女人 过日子的女人就是这样的 我老公他是个这样的人 他说老婆我可以穿几十块钱的衣服 但是你一定要穿好衣服 所以他每次给我买衣服就说他很舍得的 但是给自己买衣服的话 我问他就没那么舍得 好的夫妻就是这样 这个男的特别想给女生买 女生越不想买男生就越想买 是吧 如果女生特别想买你就不会想给他买了 这夫妻之间就是这个样子的 是吧 他以前就 经常都会因为一地恋嘛 所以都会给我写一些小情书啊这样的 哎呀 你看这个名字 哎呦 给乖乖的一封信 亲爱的郭燕 很开心在我的人生能遇到你 人生就是这样 如果在彼时相遇却在此时相知 有时候想想可能就是上天赐予我的礼物 我曾经说我们现在的手还小 握不住爱情 其实那个时候我就害怕有一天 我很爱很爱你的时候 却因为现实的各种原因而离开 我不想你成为我旅途中的风景 而是陪我走到终点归宿的那个人 我要让你做最幸福的女孩 让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你的亲人 没有人比我更爱你 亲爱的 你知道在我的记忆里 最美的一刻是什么吗 那个晚上 你依靠在我的肩上 在那一刻 我觉得自己的肩膀很厚实 心里暖暖的 我是一个乐观的自由主义者 想要的生活也很简单 茶余饭后携手相伴 老了还可以为你梳头添饭 一起聊我们年轻的故事 请珍惜珍惜我们 珍惜一个很爱你的男孩 穿穿2012年10月19日 我觉得我老公的文采真的很好 对对对 自己的老公是最棒的 棒棒的 这样的异地恋持续了多久 持续了一年半左右 他为了我 就从深圳辞职 然后就来到了广州 他毕业以后 是被保洁公司特招过去的 客户的话都是负责 深圳那边的一些大客户这些 但为了我他把这些一切都放弃了 然后就离开深圳 就来广州这边工作了 所以你们看 所谓的异地恋都是伪命题 当每个人都不愿意过去 他也不愿意过来的时候 其实你们之间爱得不够深而已 他进入的保洁公司是世界500强公司 但是他放弃 他选择去广州 只为了能够在广州保护自己的女孩 相爱的话就会在一起 就会飞越千里去看 这个男生就做到了 来给他点个赞 你是哪里人 我是四川就是西昌那边 你呢 重庆开州 那差不多嘛 没有 我们两家就是说相隔1300多公里 我们俩感情出现过问题 就因为我妈妈不太同意 为什么呢 因为太远了 我的家庭有比较特殊 是单亲家庭 我爸爸就是因为出车祸去世了 然后妈妈就我一个女儿还有一个弟弟 我现在成年了 应该是说要是妈妈的依靠了 作为任何母亲都会就是说 不想自己的女儿加那么远 可以理解 对 我我也觉得很亏欠我的妈妈 但是缘分这东西没办法 我说我遇到了刘海川 然后妈妈就是说不太同意 之后我们就有过就是说 放弃分手的一个恋头 是你要放弃还是他要放弃 是我要放弃 但是我老公就 用他的实际行动 就是一直去鼓励我 他说亲爱的 无论我们遇到什么问题 我们都要去尽力地解决他 而不是遇到问题挫折 我们就选择放弃 那他怎么说服你母亲呢 就他要让我妈妈 就来广州玩嘛 因为当时广州的天气 跟我们这边就不太一样 过去呢这衣服不太合适 结果他就一个人跑着去商场 逛了一天 给我妈妈我弟弟我一人买了套衣服 还为了就是说让我妈妈 过一个好的生日 那天下了天雨 他还出去就跟我妈妈挑选了一天的礼物 买了一个珍珠项链嘛 就这样一次一次的感动吧 然后我妈就觉得他说 刘海尔川这个孩子 真的是一个很有孝心 很懂事 很正直的一个孩子 对你又特别的 就他看在眼里 所以他说他真的很喜欢这个孩子 所以啊这又恰恰说明一个问题 很多人在情感生活当中说 父母反对的爱情怎么办呢 其实这也不是问题 当对方的父母已经感觉到 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对方 是已经很放心的时候 他们就不会再反对了 表面上反对的是距离 反对的是收入上的差距 其实只是害怕 不放心把它交给你而已 虽然说你们俩彼此相爱 但我相信在一起的过程当中 也应该会有矛盾吧 肯定会有啊 两个人相处肯定有许多矛盾 女孩子嘛都会有很多的任性 特别像我的性格就是那种 有的时候很倔强 有一次她为我过生日 当时她是在惠州出差 她就为了去给我准备礼物 就耽误了坐了一个 动车的一个时间 所以她就换了几种交通工具 但是那一天她花了很长长的时间 然后我们就一直等她 等她到了以后 我还说她 我还骂她 我说我那么多朋友等着了 你干嘛那么晚了才来 然后我还凶她 时间后来我才知道 就她为了来给我过生日的话 就打开蛋糕的那一瞬间 我就看到那个东倒西歪的那个蛋糕 我才听她说 就换了几种交通工具 才赶来给我过生日的时候 我真的都不知道要说什么吧 这男的做的这些个事吧 都足以把这个女生化掉 她这种这个任性的时候多吗 还好 她有坏习惯吗 人都有坏习惯 就是有的时候说她东西不听 你说吧晚上 她就按完那个手机 特别按完手机 然后我说你别玩了 这样对这个腰椎不好 她说马上就睡马上就睡 她每次说马上睡的时候 至少还等半个小时 那我就有点 发牢骚嘛 我说你真的是这样子不听 然后她还是不听 我老公有一个习惯 就后来就我不睡觉她就睡不着 然后她一直叫我睡 幸福的小烦恼 然后我就有一个口头禅 然后我就有一个口头禅 有时候我就她发牢骚发多了 我就说滚 有这口头禅真不好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口头禅 但是她就跟我说她说 我们在家人面前不要说这样的一个字眼 她说这样的话很伤害就伤害到对方 如果她说你说换位思考的话 我叫你滚 那你心里面怎么想 以后就说把你的手和脚全在一块 转出去 当时我也很任性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想的 我真的就啪的一下就滚在地上去了 然后就把我老公吓到了 赶快就把我从那个地上抱起来 结果我就去找衣服 实际上我是去找衣服穿 她以为我要收拾衣服 离家出走了 她就一下子火就上来了 本来就是你错了 你还要离家出走了 就很凶的严厉地骂了我 结果我真的就提着行李箱 就去我闺蜜家去了 然后住了两天 我也不知道 以前我没有像这样去谈过恋爱 但是我跟我老公在一起 她是你第一个 对 我跟我老公在一起以后 她就是真的我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 或一个口心 她都知道我想要干什么 有时候我在我们家给她打电话 我有很多话不方便在妈妈面前说 我就比口心 但是她都能够猜到我说什么 她还会读唇语呢 对 真的 所以我就跟妈妈说 妈妈我这辈子能够遇到一个我爱的 那么爱我的 就这么懂我的男人很不容易 所以她当时就是因为这种了解吧 她心里也能够猜得到 就是说我去哪里了 然后她就屁电屁电地 跑到我闺蜜家去把我接回去 她屁电屁电 对 所以说夫妻之间有的时候默契的确是一种幸福 是吧 你也的确是吃死了这个男人 知道他会来接你 是吧 她生病前 我还很任性地跟她吵了一架 就是因为我妈妈给我打电话 说她这段时间身体不太好 然后我说牛海川也是 她这段时间又咳嗽了一个多月 然后全身都痛 我说不知道她怎么回事 我还在这样跟我妈妈说嘛 然后我老公知道这个事 以后她就跟我说 老婆我都跟你说过了 对家里人你要报喜不报忧 你要跟你妈妈说好的东西 你老是犯她说 然后当时我就想的是 那是我的亲妈妈 她也是关心你的 为什么我不能告诉她呢 我就很委屈 然后我就走了 后来我才知道 我老婆她跟我说 她姐她出病以后 她跟我说 老婆你走了那一天晚上 我一晚上都没睡着 也只都在想 不知道你过得好不好 知道她生病以后 我就觉得我真的太任性了 有的时候就连吃个泡面 我都会跟她 跟她撒娇 女孩子都爱美 都不想自己长胖 所以她问我 你要不要吃啊 我说我不吃 结果她自己泡着吃 几下就吃完了 然后我就说 你怎么不给我留一点啊 然后又耍脾气了 然后后来我老公 就形成了一个习惯 无论就是我俩在一起 无论是吃什么东西 她都要就先让我尝一口 先让我吃一口 就是懂得改变自己 你是她的初恋 是 你也很幸福啊 这个女人也挺好的 不光是你好 她也很单纯 对的 就是当时我有这个病痛的征兆之后 导这个报告她 医生都不跟我看 然后我老婆可能就看到了结果 可能我就在病房里面 听到声音不得劲 因为那时候她穿的那个鞋 鞋底稍微有点硬 就发发了声音 就跑到楼厅那里去 我说肯定是我老婆下去 肯定 我这个病应该挺严重的 然后她就在那里哭 那个扫地的阿姨都问她 你怎么了 然后她就跟那个阿姨说了 我这个病的事情 然后这个扫地的阿姨就跟她说 她说你还年轻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拿了症了 然后我老婆她就说 她说我们症都拿了 我们已经是夫妻了 然后那个阿姨说没关系 只要没办婚礼 你们亲戚朋友都不知道 私下你可以把这个 把离婚证了 对 办离婚证 然后我老婆说她说 她不会这样子 因为当时他们在沟通的时候 我其实就在楼梯那个墙角那里听 然后听了他们说完了我就 我就下去 因为那时候她很伤心 然后我说老婆没事 我说没关系 我们把这个证给办离婚证就可以了 我们悄悄地把这个事情办了 没事的 然后她就跟我说 她说 她说我们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她说现在你身体最要紧 你一定要方便心态 好好的 然后我当时我什么的话 我都不想说了 然后我就 觉得有这样一个老婆 我觉得真的很幸福 婚礼在哪儿办呢 在老家 我妈妈就很喜欢她 我妈妈说 让我好好照顾刘海川 然后陪她就走完人生的这些路嘛 后来因为我怀宝宝了 她没有向其他母亲说 把我拉回去啊 所以我很感谢我的妈妈 也是善良的母亲 其实你们办了婚礼之后 就两个人好好过就行了 彼此互相的照顾就行了 为什么要到这儿来 因为就说 我想就陪我的老公呢 我跟他说过 有多远陪多远 但是我肯定更希望我的老公呢 能够走得更远 能够看到我们的宝宝长大 因为我老公现在的状况是 她是肺腺癌晚期 就是说 那个肿瘤刚好长在那个食道 跟气管的中间 是无法动手术的 所以我就想进这个平台呢 能够帮助到我的老公 所以你们来是 希望找到有助于她治疗的方式 对 我的跟我老公 我说老公 你要相信 我们的爱情 会有奇迹的 医生当时说 你只有三个月了 但是你看 现在你不是好好的吗 而且越来越好了 你一定要加油 对 还要两个人一起吃泡面 对吧 对吧 类似于这样的爱情故事 其实在以往的节目当中也有 但唯一不同的是 他们俩之间的情感 彼此之间的依靠 既有初恋时的那种浪漫 但同时又有多年夫妻之间的那种 相守和相知 三位老师 你们怎么解读这个故事 你们今天挺让我感动的 不论今后会发生什么 是好是坏 作为一个母亲 既然做了这个选择 就一定要在这条路坚定地走下去 没有做不到的 我相信母亲的力量是伟大的 加油 谢谢你们来了 谢谢 在你们的这个故事 让我特别的唏嘘之语 我还是想让郭艳能够去 更加的坚强一些 谢谢你的坚强乐观 你给你们生活 带来的肚子里的这个未来的希望 这些都将是穿穿支撑自己去与疾病 命运去争取时间的最大的动力 所以 祝你们能够争取更多的幸运 更多的时间 去感受更多的爱 谢谢你 谢谢 他们讲了两个东西 我觉得我印象特别深 一个叫水晶 一个叫玫瑰 水晶是可以长存于世的东西 玫瑰是让生活 是让你的感情保持热情 保持惊喜的东西 如果给你们的故事起一个标题 就叫玫瑰与水晶 同时具备这两样东西的感情 在现代社会不多 一般都是谈着谈着 爱着爱着就放弃了 所以你们今天的到来 可能对很多很多人会有一些帮助 这种帮助就像 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 还是相信真爱吧 万一遇到了 最后我想说的是 我只有祝福 希望你把孩子好好生下来 我坚决支持郭燕的决定 因为她是带着爱来到这个世界的 带着爱来到这个世界的所有的生命 都值得最美最美的祝福 谢谢你们来了 我们每次都会觉得好像时间还太远 还有太长的时间可以允许我们犯错 可以允许我们改错 但如果真的突然之间把你的时间去算一算的话 你可能会就觉得 其实两个人在一起待的时间真不多 所以说 幸福要靠你们自己的心态 来 谢谢你来了 老公 虽然我这个私自的决定给你带来了很多压力 但是 我希望我跟宝宝 能给你更多的勇 坚持下去的勇气 以前一直都是你为我改变 一直都是你包容爱我 但是今后 我希望我跟宝宝 能够给你更多的勇气 让你一直坚持下去 就像你说的 我们要的生活很简单 就是茶余饭后 你还能够为我梳疼 添饭 你说过的 你要给我梳一辈子的疼 老公 你要加油 谢谢 老婆 我们 到今天已经 快五年了 你给了我一份 真正的爱情 现在又给了我一个 温暖的家 作为男人 我觉得 我很成功 也很幸福 既然你有了这个决定 这就是上天 给我们的宿命 咱们就 活在当下 活好当下 开开心心地过好每一天吧 希望我们的宝宝来健健康康地 长大 此生有礼 夫妇和求 我会加油的 他们俩的故事在目前的这个很多年轻人浮躁的爱情当中是一股清流 很少有年轻人能够爱得这么的深沉 来 你是准备了礼物是吗 对 给老公准备了一个小礼物 虽然说 这份礼物的话 不值不值什么钱 但是这是老婆亲是花的我们的梦想 这是我们的希望 谢谢老婆 看一下 你把他扶过来吧 没事 拆开看看 拆开 你画的 对我画的虽然说画的不是太好 但是画的是我们一家人幸福的三口手牵着手 你怎么知道是三口 万一为二胎 我还没有冒充 就算是刚好 我可以 我可以 帮你 夫妻之间这一辈子都是有伤有良的过程 什么事情都要彼此在一起商量 所以我们要坚持地活下去 我觉得每个人应该 暴留这样的信念 一起帮他加油 小心 被往后摔了 手牵手 回去吧 老公 我希望我跟宝宝 能给你坚持下去的勇气 我们要的生活很简单 就是茶余翻横 你还能够为我疏疼 老公 此分有你 夫妇 回去我 其实今天的这个故事呢 有很多的方面都解决了 当下有很多年轻人之间 所谓的问题 比如说异地恋的问题 比如说父母反对的问题 再比如说在生活当中的一些摩擦的问题 事实证明如果你们之间足够爱 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 所以以后你们也别再问我这样的问题 这样的一个故事已经告诉你 这样的问题应该如何去面对 如果你也有像他们一样的故事需要表达 也欢迎来到这个节目分享你们的故事 另外电视机型的各位朋友们 或者是一些医疗专家 如果有类似于像刘海川这样的病例 有成功案例或者有更好的治疗方式 欢迎给我们的节目组来电话 我代他们俩谢谢大家 好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 欢迎weis 来